下一关是我们的王牌歌剧院 好 来看一下这一环节的游戏规则 两队能分别进行音乐和表演的互动 最终每一队的表现可以获得更多现场评审的喜爱 则本轮获胜 欢迎进入到我们的王牌歌剧院 因为艺术是非常神圣的 所以我们都换回了华服 尊重艺术 享受艺术 游戏开始之前 要为所有人介绍一下这一轮的重量级的各位评委 欢迎最可爱的白衣天使 奋战在抗医线的医护代表们 欢迎他们 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很多人看过咱们节目都认识他们 有现场跟咱们联过线的 邵逸夫医院病理科医生 浙江省首批原厄医疗队重症救治团队专家 王长亮医生和他的夫人小丹 欢迎 小亮 我特别喜欢你 我刚注意到你老公也有两个小酒窝 我刚才注意到你老公也很喜欢我 今天能跟这么多在荧幕里见到的一些明星啊 包括我喜欢的一些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啊 真的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我今天特别不礼貌 今天小丹进来找我的时候啊 我都没认出他来 直到他老公摘下了口罩 我哦 因为我们俩都有酒窝嘛 下一位要介绍的是花花的忠实粉丝 曾经在节目当中现场点歌的 浙江援助武汉医疗队的护士蒋叶南小蒋 哈喽 然后花花总不能为我唱一首歌 只为你唱对不对 对 欢迎你 其实刚刚有偷偷地去后台想看一眼花花 但是没有看到 然后就跟着小丹姐她们去看了贾琳姐姐 所以飞而求其次是我是吧 花花你要不要过去 你们俩这个近距离相认一下 对 你可是单独为她唱过歌的人啊 哇 太幸福了啊 太幸福了 感觉我像买一纹纵衣里的纵衣 谢谢 还有呢另外四位在网上爱图我们节目组表示 想来节目现场 看我们节目录制的抗一线的护士们来自浙江里水的王燕 李健美 李健美 李洁 李洁 祝家卫 我们是浙江省里水市第四地园二医疗队成员 等疫情结束我们想来王牌对王牌看你们玩游戏 你们会邀请我们吗 哇 欢迎你们啊 因为就是在那个短片当中他们都还是穿着这个防护服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 对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这个样子 现在我想所有观众包括我们也都可以更亲切地看到他们 其实在武汉的时候工作真的是很累 然后我们就经常看王牌的节目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放松 我现在特别激动 我终于看到沈腾贾琳还有花花还有小童 我也好激动终于有人cue到我们俩了 但是刚才cue我好像还不如不cue 我特别喜欢沈腾老师 你所有的电影只要愿先上映了我都会去看 真好 你想不想要一个拥抱之类的 能有拥抱就更想了 我就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我也没有想过 快请回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他们希望来节目现场看 所以他们已经回来做好了隔离之后 我们觉得一定要在这一季来满足他们的愿望 出于安全考虑也只是邀请了浙江省内的一些医护人员的代表 他们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抱得好 我也是人生第一回一下抱了这么多护士 但是真的是当这种时刻 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 完了之后能给 别哭了 别哭了 岁数大了 我这个没用的小哭包 我们约定好等疫情过去以后 然后到时候我们邀请你们来王牌对王牌的现场 好吗 确实在这个时候能被你们需要 能拿来这个解解压 就觉得特别有价值 今天你们这个任务也很重 因为在这个环节的最后 由你们来当评委 选择哪队获胜 我的天哪 是呀 因为这朗朗实在记忆太过于高潮 所以今天这个笔拼呢 咱们换一种形式 由朗朗来开一个音乐大师课 咱们应战怎么样 可以啊 好不好 朗朗听说有个绝活是可以拿水果弹钢琴 每种那个水果弹出来的曲子不能一样 黄瓜呢 按照黄瓜的弹法 橘子呢就往黑箭上一滚 那榴莲呢 榴莲就是弹的有味道的曲子 有味道的曲子 各位我们先让朗朗来示范一下 用这些水果到底怎么样才能弹出美妙的 橘子 香蕉 香蕉 黄瓜 苹果 都能用啊 全上 对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请王牌女郎沸沸 用Vivo X30系列5G手机记录拍摄精彩瞬间 首先弹一个曲子 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搓澡的 从我这个角度看老板 真像一个认真的厨师 正在切菜 从这个角度看像一个偷琴的 最适合洗澡吧 老老老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务正业的 自从上王牌以后 苹果呢 适合弹黑剑 什么水果还分适合弹什么剑的 今天来试一试 再试一试 先进练习曲 这是谈哪儿是这个比较优美的曲子 用肖邦 别人用什么用肖邦 用香蕉 用香蕉 弹的夜曲之类的 比如说 这个比较适合谈软绵绵的 诗情画意